好接著呢我們來看密集數的微分跟積分 我們之前說過一個密集數呢事實上就是一個函數 那既然是一個函數的話呢我們就可以討論它微分跟積分的問題 底下這個定理呢就是來告訴我們 我們該如何把密集數微分跟積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叙述 如果現在有一個密集數 sigma n等於0到無窮大 anx-c的n次方 那它的收斂半徑如果是一個大於0的正數r的話 那這樣子意思呢就是 它在c-r到c加r這個開區間呢是收斂的 那如果我們以fs呢來表示這個密集數 也就是說呢fs這個函數我們把它定義成 a0加上a1s-c加上a2s-c的平方 等等 也就是呢sigma n從0到無窮大 anx-c的n次方 那這樣子的話呢這個定理告訴我們 這樣定義出來的這個函數f呢 它在開區間c-r到c加r之間呢 它是可以微分的 那當然可以微分的話當然就會是連續了 而且呢我們怎麼去把這個f微分呢 它是 這樣子來微分的 也就是呢f5s呢 就是a1加上2倍的a2s-c 加上3倍的a3s-c的平方 等等 也就是呢用sigma符號就是sigma n從1到無窮大 n倍的a1s-c的n-1次方 那各位觀察到呢 事實上呢f5s呢就是把f5s 這個power series呢它的像呢逐像把它微分對不對 好所以呢 密集數呢所定義出來的函數呢 怎麼微分呢 事實上就是把密集數的像呢逐像微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是告訴我們 密集數定義出來的函數呢怎麼去積分 我們的f5s它的不定積分呢 事實上它會變成c常數加上a0s-c 加上a1s-c的平方 加上a2s-c的3次方 等等 也就是說呢你把它寫成sigma的符號的話呢 就是c加上sigma n等於0到無窮大 an n加1分之s-c的n加1次方 那各位觀察一下呢 事實上呢 把f5s求它的不定積分呢 事實上呢 就是把f5s呢它的像呢逐像去積分 那 由第一個部分跟第一個部分呢 兩種密集數呢 它的收斂半徑呢 還是呢跟原本的f5s呢 它的收斂半徑是一樣的 都還是這個正數r 但是呢請各位注意到 我把密集數微分以後呢 跟積分以後呢 得到的密集數 它呢收斂的區間未必會跟原本的密集數的收斂區間相同 收斂半徑是相同的但是收斂區間未必會一樣 好 這個是密集數所定義出來的函數 它的微分跟積分的法則 那事實上呢 我們從上面觀察一下 把一個密集數定義出來的函數 如果做f5s微分的話 它是逐向的微分嘛 所以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也就是呢 d over ds sigma n等於0到無窮大 an s-c的n次方呢 它事實上呢 因為它是逐向微的 所以呢 可以變成sigma n等於0到無窮大 d over ds an s-c的n次方 那各位 這樣看呢 你會發現 密集數 在做微分的時候呢 微分的符號呢 跟sigma的符號可以交換 好 那上面第二個事實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們在做 密集數呢 定義出來的函數 它的 積分的時候呢 可以逐向去積分 也就是呢 我們把它 寫一下的話就是 不定積分的sigma n從0到無窮大 an s-c的n次方呢 這個不定積分 事實上呢 因為可以呢 逐向的積分 所以它可以寫成呢 sigma n從0到無窮大 然後不定積分的 an s-c的n次方 也就是說呢 你在做不定積分的時候呢 不定積分的符號跟sigma的符號呢 可以交換 這是呢 密集數呢 在做微分跟積分的時候呢 微分符號跟sigma可以交換 積分符號跟sigma也可以交換 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性質 接著呢 我們舉一些例子 來看看呢 有關於密集數呢 它的微分跟積分的問題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例題 它請你呢 把 1-s平方分之1這個函數 把它表示成密集數 並且呢 把它的收斂半徑求出來 那 我們如何把1-s平方分之1 表示成密集數呢 各位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呢 1-s分之1呢 這個函數 你把它微分就是變成了 我們這個1-s平方分之1了 所以呢 我們先把1-s分之1寫成密集數 事實上呢 它就可以寫成 1加s加s平方加s三次方等等 也就是呢 sigma n從0到無窮大s的n次方 這是一個 無窮的等比集數 那公比是x 所以公比絕對值小1的時候呢 它是收斂的 因此呢 這個密集數呢 它的收斂半徑 r呢 是等於1 那我們剛剛講過嘛 1-s平方分之1 事實上是由 1-s分之1呢 微分得到了 所以我們把1-s分之1 微分呢 得到1-s平方分之1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 1-s分之1呢 表示成密集數了 根據前面講過的 密集數微分法則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變成 1加2s加3s平方 等等 所以呢 就會變成sigma n等於1到無窮大 n倍的sn-1次方 那如果我們想要讓我們的指標 從0開始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寫成呢 sigma n等於0到無窮大 n加1乘上呢 x的n次方 那當然 這個密集數呢 它的收斂半徑呢 跟原本的 1-s分之1 表示成密集數的時候呢 它的收斂半徑是相同的 這是前面的定理告訴我們的 所以呢 你就知道 1-s平方分之1 表示成密集數的話 就是sigma n等於0到無窮大 n加1乘上x的n次方 好 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題 我們呢 想要把nature log1-s 表示成密集數 那 表示成密集數以後呢 它還叫你呢 把它的收斂半徑呢 求出來 那我們怎麼去想這個問題呢 各位觀察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nature log1-s呢 跟1-s分之1 這兩個函數事實上是有關聯的 事實上呢 我們觀察一下 我把nature log1-s呢 為分的話呢 會變成 負的1-s分之1 那我們知道呢 1-s分之1 表示成密集數的話呢 事實上是sigma n從0到無窮大 s的n次方 剛剛已經看過了 那這是一個無窮等比集數 當 公比絕對值X呢 小於1的時候 收斂半徑呢 當然就是1 那 所以呢 我們要的 nature log1-s呢 表示成密集數的話 我們就是從呢 1-s分之1 這個函數呢 表示成密集數以後 然後把它積分回去 左手 所以呢 我們就得到 負的nature log1-s呢 就是 1-s分之1 的不定積分 那1-s分之1呢 我們寫成密集數 就是1加s加s平方等等嘛 所以呢 我們根據呢 前面提到的定理 如何把這個密集數積分呢 就是逐項把它積分 就會變成呢 x加2分之s平方 加3分之s四方 等等 然後最後記得加上一個常數C 因為它是不定積分 所以呢 把它寫成sigma的符號的話 它會變成 sigma n從0到無窮大 n加1分之x的n加1次方 加上常數C 那 如果呢 我的指標n呢 是從1開始的話 你又可以把它變成呢 sigma n從1到無窮大 n分之x的n次方 加常數C 那 收斂呢 半徑跟原本的收斂半徑呢 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的s的絕對值呢 小1的時候它是收斂的 那最後一步呢 就是我們要判別呢 C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怎麼去看C呢 事實上呢 我們只要怎麼呢 把s等於0帶進去 我們的等式就可以了 就是說這邊呢 s用0帶進來 0帶進去的話 我得到呢 負的nature log1的話呢 會等於C 也就是說C是0 因此呢 我的nature log1-s呢 就會變成 x 前面我符號 再扣掉呢 2分之x平方 扣掉 3分之x3次方等等 那把它寫成 sigma的符號就是 負的sigma n從1到無窮大 n分之x的n次方 當然我的s絕對只是小1的時候才收斂 那它的收斂半徑是1嘛